哇 蘋果真的要來走一個遊戲的市場了 除了他的筆電現在可以進入一個架構 就是可以直接玩電腦的遊戲以外 而且支援遊戲的豐富度也越高以外 再來就是他的手機現在也在以 惡靈古堡4的重製版還有惡靈古堡8也都上來 之後真的是還蠻期待蘋果的發展啦 因為手機雖然說玩遊戲 大家還是要考慮到電量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一個趨勢 未來假設電池它的科技越來越好之後 說不定真的帶一台手機 用雲端的遊戲或者說用粉機的遊戲 就可以玩很多的三類大作 那當然這個前提還是遊戲廠商開發 跟這個蘋果的硬體軟體的開發 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哈囉大家我是Rocca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不是啦 我看到很多討論的東西都說 蘋果的果粉是盤子 所以就想說 這一次的蘋果發表會呢 我自己看完之後啦 有一些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 當然這支影片呢 不會是所謂的資料整理 不會有很詳盡的一些規格的說明啊 或者是一些什麼參數的說明等等的 就當成聊一下我自己一個到後期 慢慢對蘋果的產品越來越喜歡 然後用了越來越多 他們家系統的產品 系列的產品 然後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 當然也可能我不太算是果粉 所以呢雖然買了很多蘋果的產品 但我還是會有一些東西啊 仔細的講出來之後 你們會發現 我並沒有說到特別的喜歡用它 發表會有一些順序嘛 主要就是發表的手錶 現在我有特別把我的手錶給戴上來 是期待的 那為什麼沒有特別換 欸這支是8X還是8S 重點是我真的對錶比較沒有特別的關心 因為呢我自己戴的這個錶 應該也戴了一兩年有了 那說實在的蘋果的錶最大的問題點就是在於 你每天一定要充電 假設你是去露營啊 或者是到外面去住宿啦 你的充電插頭比較少一點 或者是沒帶到你的充電頭的話 那條充電線的話 基本上啦 你第二天這一個 差不多用個半天 它就整個就廢掉了 就沒電 不是說它很爛 而是說這個用電的部分 真的是很不習慣 再來就是 我其實覺得男生在用錶啦 尤其是現在喔 戴起錶來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一個服裝上的搭配 例如說你現在穿的一身 比較稍微正式一點的服裝好了 有一點點微西裝的感覺啦 或者說一點獵裝的感覺啦 你的錶可能搭一些潛水錶 或者搭一些比較有質感的男性的那種 泰格 鋼啊 金屬啊 那種看起來比較有一點質感的味道 可以搭配你的服裝 那是還不錯 那像我有換這種類似 未皮革的錶帶嗎 假設說你身上是穿的比較休閒 或者說你穿的比較錄影 比較粗狂一點的 搭配這種錶帶呢我覺得是蠻不錯 蠻好看的 從手錶呢就可以知道這個男生 他大概性格怎麼樣 或者說今天的裝扮 今天想要去做的事情 啊我覺得這一點算還不錯 他在手錶上面是可以反映出來 但因為我不是說上班不能拿手機的 或者說上課不能拿手機的 要用錶這樣看一下訊息或怎麼樣的 我是可以直接拿手機出來 所以那感覺真的是沒有差別到非常大 那還有一個好處是說 像有時候我們走在戶外的時候啊 我們就是散散步啦 或者說真的去運運動跑跑步啦 打打籃球等等的啦 他是真的可以幫我們就是自動開啟 他會偵測到你現在可能就正在做運動 或者說你在戶外散步嗎 或者在室內散步嗎 他會問你 然後幫你做一些 做了幾公里的運動啦 跑了幾公里 或者說你現在的心肺啦 跑的時間運動的時間等等的 他會幫你做一個紀錄 我覺得這一點算還不錯的 但是你說這個東西嘛 他到底有沒有非常的實用 非常的需要 我真的覺得還好 因為我是幾乎24小時呢 只要有出門 我的手機一定在我的口袋 或在我的手上 所以呢 我覺得他不太影響到 我到底需不需要這支手錶 反正你看我去換了這個錶帶 就是因為我真的比較想要讓他是一個 比較好搭配一點的 也許看起來 有一點怎麼講 有個性的感覺 手錶的部分 說實在我自己的感覺 是沒有那麼大 而且你說這代會不會換 肯定不會 進入iPhone的部分呢 iPhone有iPhone 跟iPhone Plus 跟iPhone Pro iPhone Pro Max 四種嘛 這四種都要說實在的 我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用 iPhone Pro這一個 就是 它的代數加上Pro這個等級 那為什麼沒有用Max 其實Max的規格真的都蠻吸引的 像他這次有一個五倍長焦嘛 每次Pro Max來 其實都還是會多一點點豪料 讓你想要加錢去買 為什麼我沒有加錢去買 真的太大隻了 6連7吋 我是習慣把手機放在口袋的男生 連Pro的大小呢 放在口袋都覺得太大 像男生有時候出門啊 就是希望說兩手空空的嘛 口袋裡面呢 能塞就塞 要死啦 零錢啦 錢包啦 手機啦 汽車要死啦 啊反正就一大堆東西喔 你都想要往你的口袋擺 你的口袋就變得很古 很難看 基本上我拍影片 如果說大家有仔細看一下 我的褲子的口袋 常常都是鼓鼓的 因為我連那個相機蓋有沒有 拔下來之後啊 那要擺哪裡 口袋 就先塞就對了 阿今天就是控出自己的兩隻手 可以很方便的動作這樣 拿東西啦 還是要拿相機啦 都會比較方便 我相信蠻多男生應該都這樣 就是習慣 兩隻手可以空空的 不知道女生會不會這樣子啦 我是覺得 呃 蠻多身邊的男生的朋友也都是這樣 Pro的亮點在哪 就是Type-C嘛 阿但是Type-C有個疑問 有人在講他會不會通過MFI的認證 才有辦法充電 這一塊其實他沒有特別在發表會裡面講到 大部分整理出來的資料 或者我當下在看發表會的時候呢 都只能講到Type-C 還有講到它的傳出速度20倍 就是沒講到這一塊 可是實際上呢 會不會跟其他的手機 他牌手機 或者說是一些其他的設備 他們的Type-C的規格是可以相容 同一個規格大概兩三條 讓他們互相交疊這樣充一下 基本上我是覺得還蠻OK的啦 而且Type-C你看 也沒有正反面的那個問題嗎 你也不會說 喔 差一差 就是好像不順會卡手 還是怎麼樣的 這次我應該會入手的是Pro的版本 因為iPhone 15跟iPhone 15 Plus呢 基本上這種的 我就覺得顏色蠻平分的 但是呢 他用的規格是舊的 所以那我就用舊的就好了 如果要換 當然會換新的 然後同個規格是往上微調的那一種 所以Pro一定是我的選擇 其實我之前有用過Mini 或者用過SE這樣子的手機 當時去用這手機呢 其實我有跟大家聊到 就是喜歡他比較嬌小的手感 一隻手你要按那個所有的按鍵 整隻手機的觸控面板 基本上都可以操作起來 可是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當年啊 我記得好像在買iPhone 13 mini的時候 是在疫情的狀態 因為都在台灣走嘛 所以只要上車之後啊 基本上我就是會插著電 插著電呢 他又一邊充電 一邊你在車上 又可以使用Apple CarPlay聽音樂啦 地圖導航啦 等等的 他都可以用得到 電量一直沒有說會有過低 或不足的狀況出現 可是呢 一解封之後 哇 去年年底 去了一趟新加坡 應該是第一趟 出國門吧 然後那一趟去新加坡之後 我馬上就感受到那隻手機的無助 因為啊 我有拍了一支影片嘛 是我們在半夜 然後在那個Vivo City呢 找不到車可以回去 我們的那個飯店 所以那個時候 我是真的覺得很誇張啦 當天晚上呢 其實我的手機 就已經快沒電了 但是我們有約了一床宵夜 跟朋友借了行動電源來衝 然後衝到了48% 那我想說48%應該是非常足夠的數字的 48%應該是可以用超過半天以上 所以呢 當下我就把電趕快拔掉 因為想說這是別人的 不要給他用太多 就是衝到你覺得夠了就好 有一個應急的狀況 夠了就好 然後48%呢 我帶著 然後用手機的Grab 就是他們的叫車的服務 一直到 從那個 吃宵夜的地方 離開到了Vivo City呢 路程其實不遠 時間也不久 加上我衝完店拔掉 還坐在吃宵夜的地方 一個小時左右吧 後來到了Vivo City 我沒有開始叫車 然後使用LINE在聯絡啊什麼的 弄一弄之後 他就開始20% 10% 5% 就進入每天的狀態 超級扯 真的是超級扯 所以我後來一回來呢 一發表iPhone 14 我馬上就換iPhone 14 Pro 那這個是我自己用的一些經驗啦 因為iPhone 14 Pro 目前為止用到現在 出了門還是會需要充電 不過那個頻率 真的沒有到那麼的危機 你知道大概充個50% 60% 基本上有半天 真的還是可以用得到 就算你會叫車用Uber啦 用什麼的 他還是會給你一個 比較放心的感覺 當然他的大小真的是 比較大的一點 我就覺得大一點的那種 手感是可以啦 我覺得拿起來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你放在口袋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真的很大 他就是一個 鼓鼓的東西 然後又比較重的東西 會在你口袋裡面 我覺得這次還有一個更新是還不錯的 就是他說變太金屬嘛 我給各位看一下我這一支iPhone 14 Pro的手機 你看一下他的這個側邊 我講真的他的這個側邊 雖然所有我覺得都會套殼 所以其實那太金屬 就算他變輕了 你殼加上去還是又變重的 就算他的這個指紋不太沾腹 可是你殼加上去 也是一樣你根本摸到 側面的地方我不知道 這樣子應該看的到才對 這樣子應該是看的到 這個指紋真的是多到爆炸 其實我常常會把殼拆下來 有時候就是親一下鏡頭這邊 這邊都灰塵會特多的嘛 所以我會去親一下 那再來就是他的邊邊這裡 這一圈 這一圈真的是 集指紋之大成 所以你只要給人家摸 你想要收集別人指紋 你就把iPhone借他 他只要這樣子一抓起來 等一下拿回來還你的時候 指紋就在上面了 好不好 不要亂學啦 這一塊的話我是覺得就 這次太金屬嘛 他有做一個改變 所以這一塊他說比較不容易沾腹紙紋 而且變輕 20公克左右 還是19公克 總之我是覺得 那個重量真的沒有差 因為你會加殼 所以第一個是你摸不到 然後第二個是 你加上殼的重量其實說實在的 你全部加起來可能給你 250公克好了 我是覺得那個手感的那個差別 可能一拿起來 好像比較輕欸 但是你用了一陣子之後 你會發現 好像兩隻就是差不多 並沒有說到很意外的 或者說你去換mini 換SE的 那種手感的大小 跟重量的差別 會比較大 比較有感 大概就這樣 這隻的蘋果 我不知道各位 你看完發表會之後 有沒有什麼想換 或者說 你是要有用一些 什麼蘋果的產品 是很喜歡蘋果家的東西 我自己啦 目前為止 應該蘋果筆電 光我家 應該就有6台 我現在手邊就有6台 蘋果桌墊也有 蘋果的耳機 平板 手錶 而且這些 我是覺得數量都不少啦 我的手機其實用量比較高一點 像我現在這隻的 電池健康程度 我才用一年左右吧 它的電池健康程度 現在是89% 其實用量真的非常大 有很多人呢 都看到我貼出來的圖之後 就覺得我的用量真的超大的 它們可能都還在95% 或92、93% 就是比較高一點的狀態啦 真的差很多 那這塊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有什麼不同想法 歡迎下方留言 我們就今天很輕鬆的聊一下蘋果 好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贊 下面的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Roka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